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做肩膀打圈 先向后打圈30秒 大家可以按自己的舒适程度选择双手下锤或双手碰肩来打圈 现在反方向向前打圈 反方向前打圈30秒 现在我们来做猫牛士 做猫士时尽可能将肚子往内缩去找自己的背 然后肩膀往前 让身体向内卷曲 做牛士时 挺起肚子 打开胸膛 伸展 伸展脖子及背部 并稍微向上望 现在我们先向顺时针方向 现在我们先向顺时针方向做打圈猫牛士 在圈的后半部 肚子应向前半部 肚子应向内缩 在圈的前半部 要挺起肚子 打开胸膛 现在转向 逆时针方向 打圈猫牛士 打开胸膛 在圈猫牛士时针方向 打开胸膛 在圈猫牛士和酸下 打开胸膜 现在我们先向顺时针方向 打开胸膜 现在我们先向前 打开胸膜 在太胸膜 打开胸膜 在圈猫牛士 打开胸膜 好啊 揈开胸膜 在圈猪牛士 打开胸膜 肩甲骨往后夹紧,感觉就像要将一只笔或者筷子夹在背部中央。 由于很多人坐着的时候有驼背的习惯,这个动作可以强化不常用的肌肉。 做得非常好,现在请大家站起来做余下的动作。 在做肩膀水平伸展动作时,先将左臂向前伸,再向右贴近身体, 右臂从下向上去,帮助左臂贴近身体,并保持。 这个动作可以伸展三角肌,我们日常的举背动作就会使用三角肌。 现在换边,右臂向右贴近身体,左臂固定。 下一组动作是伸展手臂后方的三头肌。 将左臂向上,然后向身后区,手肘向上并向身后用力, 同时保持肩膀放松。 现在到右臂三头肌。 现在到右臂三头肌。 做这组动作时,双手下垂放于身后,握紧并向后拉。 这时,我们会感受到前肩的拉伸。 大家也可以加上脖子分别向两边伸展的动作,来达到舒缓的效果。 还有几组动作便完成。 将双手举过头并握紧,然后身体向一边弯。 将重心从跨部转移到另一边的手臂。 大家应该感受到身体侧面肌肉的伸展。 现在换边。 本来是一个感受到身体向一边伸展。 我会感受到身体接触来的感受。 每个微信用转移入? 现在这扇的效果体能。 觉得最组颂出的反应物。 并度使用转移入为一个带领移入。 下面的动作可以好好放松肩膀 用一只手扶着椅子 让另一边的手臂自然下垂向地面并打圈 大家可以每个方向做15秒 同一边肩膀向方方向转 如果你的肩膀很硬 这种动作的好处是可以借助手臂自身的重量 来带动肩关节运动 现在我们换另一边肩膀 同一边肩膀向反方向转 我们来做上背伸展运动 距离椅子数尺距离 双脚与肩同宽 站在椅子后面 扶着椅背时 胯部往后靠 这种动作可以伸展上臂 特别是肩膀骨内的肌肉 现在缓缓向前行 致站立之势 我们已经完成了所有动作 当大家需要舒缓上背部试时 请重复收看这段影片 明镜